好 继续今天10点不一样精神 我们回过头来持续关于您来关注的是台风 根据资料显示 这反圣阴现象再次接手 而当反圣阴现象发生时 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的数量 虽然会减少 不过有一个差别就是 根据去上署过去40年的资料显示 反圣阴年台风生成的位置 就会比较偏西 也就是说一旦形成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靠近台湾家门口了 所以因此一旦条件有利台风的发展 很可能就会很快的影响台湾 强劲的风速和惊人的雨势 台米清洗台湾 几乎全台县市连放两天台风假 而其实从开米台风20号生成 接下来三天时间 它就从青台中台发展为墙台 威力惊人 一般就是台风发展的比较快的状况 它很有可能是 一天就从青度台风到中度台风 然后再一天从中度到强烈 所以以开米台风发展来说的话 它并不算是一个发展速度相当快的台风 那发展速率的快与慢 其实还是跟台风当下所处的环境有关 反圣因现象再次接手 而当反圣因现象发生时 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会减少 气象鼠预估6至11月期间 可能有2至4个台风会接近台湾 属于正常偏少 而透过气象鼠过去40年的资料显示 反圣因年台风生成的位置会比较偏西 也就是一旦台风行程 可能就靠近家门口 以反圣因年来说的话 就气候统计上 台风通常会生成的位置会比较接近台湾 所以其实从台风行程一直到清醒台湾 可能中间的时间会比较短 而至于台风会不会发展的比较快的话 目前来看就是一个台风的强度 其实还是跟当下它环境条件有关 比如说海温假如比较好 大气的环境有利它发展 那当然它发展的速率就会比较高 因为反圣因的过程当中 它容易使得太平洋好压增强 那增强的过程当中 它有机会抑制在西太平洋 热带劳动的生成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一旦台风生成之后 因为在菲律宾外海的海温 一直延续到南海的海温 那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台风只要一行程 那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不过因为反圣一年高压笼罩整个太平洋 而台风又沿着高压移动 因此会不会侵袭台湾 依旧要看当时的条件 假设高压增强 台风可能就会往菲律宾前进 如果减弱台风则会往北朝日本移动 因此这次凯米台风的生成 可谓是条件都刚好配合 主要也是因为凯米台风行程时离台湾很近 因此路径的变化不大 而7月已经来了一个强台凯米 接下来的台湾也该提高警觉 今年西北太平洋的海温其实是还蛮偏高的 那如果台风刚好形成的位置是在这一个有力的位置 特别是海温比较高的地方 那它的强度发展当然就会比较快速 然后影响台湾的机力当然就比较高 可是如果台风形成的位置太靠近台湾 那它可能还来不及发展成比较强的台风 可能影响就不是那么显著 尤其是今年我们发现在西北太平洋 它的海温几乎都超过摄氏30度以上 提供一个热带导动非常有力生成的一个温床 再加上在这些区域它的垂直风签也是比较偏弱的 以及高层有明显的浮散等等环境条件 一般来说7到9月份是台风季 从7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在菲律宾东部外海 甚至南海附近都有大小不一的扰动生成 一旦大气条件配合下一个台风 可能又会迅速生成影响台湾 TB北新闻和这样下单子台报导 这次以台湾的水库来看 一年差不多都要续满两到三次才够用 不过今年上半年没雨季雨水不够多 整体的雨量偏少 不过多亏了这次凯米台风夹带的超风配降雨 我们看到了几个台湾重要的水库 几乎都是满水位了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水库特别能够解克 尤其中文水库在台风前蓄水量还跌破五成 但这一次幸好有了凯米 为全台水库带来风配雨量 有效提升蓄水力 根据水力署最新的即时水库水情统计 截至25号的早上6点 全台总共有三座水库都已经百分之百满库了 而全台最大的中文水库蓄水量也飙破7成 强力水柱倾斜而下 预防豪雨带来入流量过多 十门水库排沙隧道启动调节性放水 雨是胡打胡小 镜头不断被雨水打湿 凯米台风来袭带来风配水量 十门水库大坝满水位是245公尺 蓄水量1亿403万吨 台风来之前蓄水率大约50% 集水区还有一亿吨的储存空间 不过持续性的豪雨也适时的启动小流量调节性放水 十门水库在这一次的降雨里面 我们预估它的降雨量只要超过250到270毫米 十门水库就有可能泄洪 而且也可能来造成这个原水作度的升高 水利署预估这次凯米台风 随着走向跟停留长度 水量进涨还可能更多 尤其可以解中南部的水库上半年少雨的难题 上半年其实雨量是偏少的 大概整个台湾都是一个雨量偏少的一个状况 春雨不够多 梅雨也不够明显 那台风来的话有可能一口气就把这个 少雨的问题解决 甚至会多到有可能会自灾 台风来或者这种雷震雨来 第一个要下在它的集水区 第二个它的时间分布不能太密集 一个水库以台湾里面来讲 大概一年要专满二到三次 所以这个什么时候来分布是很重要的 开密台风让全台各大水库近账满满 三座水库 湖山水库 白河水库 南化水库冲破百分之百 截至七月二十五号中午 日月潭水库也已经接近满库 另外增稳水库试水率已经突破八成大关 我们现在依照中央气象局的降雨评估 增稳水库有机会满库 那但是要看实际降雨的情形 那增稳水库它将会以防洪操作为优先 只要降雨量超过四百毫米 它就会开始来进行调节性的这个作业 那一旦降雨超过六百到七百毫米之间 就会有比较正规的泄洪的作业 增稳水库下游还有一个乌山头水库 在这过程中我们也会利用 我们已经正在完成的一个取水设施 来让乌山头水库的水能够蓄满 气象署分析 凯米台风南边有非常宽广的对流云系 台风环流加上西南气流 从周三入夜开始到周五 中南部会有出现连续性雨势 民众得防台 但对中南部水库来说 正是补足蓄水量的好时机 依照预报的雨量的确是蛮轻人的 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一直到二十六号 就礼拜五台风离开 这四天的时间 其实以气象署的这个 定量降雨的预报 大概都有到一千毫米以上的这个降雨量 有些地方接近两千毫米的这个降雨量 那这个量子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中南部的山区 也许就是年雨量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会在这几天的时间之内出现 台风好雨也可能产生水库高卓度现象 目前水利署也做好防范 包含浮流水抗旱水井和联通馆等等 加上台风来临前高温都突破35度 遭致不少水库的水量蒸发的更快 这些都得做好应对措施 刀山地区因为它在高维度 它积水区比较小 所以更容易就有缺水的情形 不过大雨通常会带来泥沙 还有作度的升高 所以我们水库有相关的措施 在石门水库会做调节性的泄洪 把水放到下游的中庄调整池 可以在作度升高的时候 可以来供应桃源地区的这个七天的用水 作为八年来首度擒台的台风 因应上半年降雨少 面临水晴紧绷的中南部 终于可以一解燃眉之急 TB月新闻 这次有刘军台被拆访不到 微软因为资安软体更新错误 在上个星期五造成全球航班大乱 各家航空公司是慢慢的恢复秩序了 可是美国达美航空到现在还是一团乱 至今取消了超过6000航班 不止乘客搭不了飞机 这行李也都乱糟糟 那么甚至还有未成年的乘客 被禁止单独搭机滞留机场 美国航管决定要彻查说 达美航空为什么不能跟其他业者 一样迅速的恢复正常 以及达美处理的滞留乘客方式 是否违反联邦规定 美国机场的旅客怨声载道 抱怨像是被抛弃一般 只能睡在地板上 上礼拜五资安软体 Crowstrike更新出错 衍生出的微软当机 以及航班大乱事件 当中又以达美航空旅客 受害最深 有旅客受访讲道快哭 因为他整整五天回不了家 更有民众说经历第四次的 搬机取消 客服电话也都没人接听 达美航空大乱 跟着乱成一团的 还有旅客的拖运行李 茫茫行李海中 还出现前NBA球星巴克利 左右张望 也受到影响 找不到行李 根据统计 达美航空上礼拜五以来 已经取消六千多个航班 影响超过五十万乘客 加上达美一度禁止 未成年旅客单独搭机 导致家长措手不及 因为有三个孩子受困机场 幸好经过二十多小时的 奔走联络 终于能在当地时间周三 搭上班机 不过后续责任归属 美国运输部已经下令要彻查 因为各种投诉信件如雪片般飞来 当局初步研判 这次事件 类似2022年西南航空电脑系统瘫痪 导致人力调度跟着出包 当时美国运输部就对西南航空 开出1.4亿美元的罚单 达美恐怕也要挫雷弹 这次很多受波及的旅客也抱怨 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 美国旅游专家就给出三步骤 自保方式 首先要确认这种情况是否持续 以及保留相关衍生费用的收据 有必要则是直接联络交通运输部门 确保相关权益 达美航空表示损失已经达到上亿美元 但预计要到周末 营运才能完全恢复 到底中间调度哪里出包 都要好好来调查理清 点新闻综合报道 健康的话题继续来关心 随着夏季高温的来临 很多人担心说 开在这个冷气房里面 会不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专家表示 虽然空调可能会影响病毒的扩散 可是其实具备良好通风系统的 高品质空调 反而有助于减少感染的机会 不过倒是要注意 在冷气房待太久 或者是从炎热的户外 突然进到冷气房 而引发的一连串身体不适症状 这个冷气病要注意 长时间待在冷气房 或是从炎热的户外 突然进入冷气房 而引发的一连串身体不适症状 通称为空调综合症 也就是俗称的冷气病 这是一种对空调设备的 大量使用后 人们会出现许多不适症状 最常出现的是空调不适应症 也就是因为长时间处在低温环境 或是在短时间内 经历温差剧烈的变化达5度以上 身体调节不过来 而引发一些类似感冒的症状 像是身体酸痛 无力口干 鼻塞 咳嗽 胸闷等 以及头痛疲劳 精神不济 手脚冰冷 皮肤干燥 搔痒 或自律神经 失调现象 会因为空调而引发的问题 还有细菌性感染疾病 过敏反应 感染性疾病 是因为冷气机本身 因为储水和温度适宜 很容易成为细菌与黴菌滋生的温床 包括绿农感菌 棒状感菌 牙包感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而冷气房门窗紧闭不通风 便会使这些病原体 更容易反复循环传播 很多人会出现一个问题跟症状 他因为进进出出 来回于室内跟室外 身体的温差调整不过来的时候 他出现一个症状叫做冷气病 他会觉得头很脏痛 全身肩颈很紧绷 有时候觉得莫名其妙的口干舌燥 有时候食欲胃口都变得很差 有点类似我们说的中暑这个症状 通常引起冷气病常见的病因 可能包括像是 因为我们在吹冷气的时候 常常会紧闭门窗 那会造成空气的不流通 那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密闭环境 造成一些病菌 过敏源比较多 那可能就是会诱发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减少摄取冰凉食物 并且要适度补充温开水 定期清洁空调的滤网 避免病菌滋生 在冷气房中 也可以定时伸展肩颈和四肢 避免血液循环不良 如果从外面很热的地方 进到室内 其实身体的血管会很快收缩 会感觉怎么突然温度降下来 会导致原本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党 会更容易因为血管的收缩导致头痛 呼吸不顺畅 很常见的原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 人的体温的调整 或我们身体内部环境的温度维持恒定 是叫自律神经 你一进来它突然又很冷很冷 它又觉得有点讯号错乱了 觉得我好像 怎么外面突然变那么冷 我又好像保有这个温度 它感觉让血管收缩 如果冷气机没有整台清洗 一开冷气 吹到的是脏的冷空气 可能导致气喘 鼻炎 皮肤炎 冷气是干的冷空气 对于呼吸道过敏者 容易诱发鼻塞 咳嗽 甚至气喘发作 在冷气房 可佩戴口罩 维持鼻腔及咽喉湿度 并可阻觉 病菌与过敏源 冷气房通常湿度会比较低 空气会比较干燥 所以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皮肤骚痒的症状 这边会建议我们一般民众 如果说我们吹冷气的话 室内的空调的温度尽量设定在26-28度左右 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 冷气病其实我们第一个重点要了解说 它主要来自是因为温差太大 所以我们要怎么预防呢 最重要很简单 我们室内跟室外的温差尽量保持让它不要差异过大 如果你从室外进来室内 记得脖子头颈这些部分稍微做一个保护 甚至穿一点小外套都会比较好 医师提醒在冷气房里 每个小时站起来动一动 适度的身体活动 深呼吸伸展一下肩颈 站起来踏踏步 让肢体血液循环好一点 另外均衡饮食 适度运动可增加身体本身的抵抗力 对于冷气房所引起的疾病 才能够有效的预防 TVBS新闻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